为了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两岸商界在海峡两岸工商合作论坛上 签下多份合作协议 希望能再扩大两岸经贸交流 两岸经济联系密切 復补性强 扩大深化经济合作 促进经济融合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 来自两岸企业界上百名贵宾 齐聚一堂 聚焦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新思路 进行深入探讨 与会的台湾专家认为 跟大陆相比 台湾市场虽小但还是有优势 如果能跟大陆合作 对企业来说大多是有利无害 我们台湾还有很强的优势 就是软体管理服务 还有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知识价值链 那么我们的工匠精神 还有这个专业的技术 那么在这里面 还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为了慈禧台湾人 财企业到大陆投资发展 厦门市今年 趁着海峡论坛举办之际 再度加码力推会台若干措施 这个措施里面 一共有三个部分 共四十五条 着力在探索两岸 融合发展西路上 走在前 做在先 厦门市副市长韩景毅 化身代言人 点出大陆会优先与台湾民众 分享发展机遇 希望两岸双方能携手 共闯双赢 记者程序张惠霖 厦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